今天我們找到一個香港的朋友 YD 現在就進去吃全澳門最好吃的 燜牛腩和咖喱腩 魚蛋、蜜魚丸 很好吃的 超爛爛 就是魷魚、咖喱腩 這間小店你能看到 有角旗嗎? 看到 有沒有獎勵? 很久沒看到這個角旗 很精忠 很乾淨 真的有海浴 超高 很高 不是王水 任賤 當然想你帶我們去新加坡 可以啊 如果去新加坡 帶我就可以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未有人排隊 今天我們找到一個香港的朋友 YD 哈囉 還有我 你是誰?介紹一下 我是今天YD的女朋友 你稱之為 不是 她今天認了 對 她選了她很發抖 這個節目 我們會介紹一些 在澳門未有人排隊的店 我們澳門人很貴重 是你 就是一個來自新加坡 香港的朋友 去這個節目才介紹給你 有些朋友去香港或新加坡 我們都會說 不要去那些人上網搜尋 別人說排隊就是好的東西 因為其實 那個地方的人 其實他們才知道 其實應該吃什麼店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 傳統 還有真的好吃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去 這女生就這麼容易跟人走 什麼啊 有個英俊就跟了她走 導演是OK的 要不要來一個keep 因為平時拍攝都要 你是不是想離開 不斷來回來回走 我們現在走這條街 就叫二字街 很有義氣的二字 到了 你聞到已經有 燜牛腩的味道 聞到 我聞不到 聞到嗎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 吃全澳門最好吃的 燜牛腩和咖喱腩 我聽說我好喜歡吃牛腩 不會令你失望 澳門很多牛腩都是 叫做雪腩 但這裡聽聞是用新鮮 嗯 如果吃了之後 不太行 那怎麼辦 不太行的話 澳門沒有好吃的牛腩 應該沒有 一來我們就有點鐵路 因為要排隊 但是我們只是等一台而已 原因是什麼 因為現在是飯糞 這個未有人排隊我們的宗旨 就是一些 澳門不是大排長龍的店 這麼多大排長龍的店 那你等的遊客 你都間有限 那我們想分散一點 你們喜歡排隊吃東西 就是自己不喜歡 我是極度不喜歡排隊吃東西 因為有時候有些很出名的 要排幾個小時 你由早餐排到午餐 才吃 沒感覺 真的沒感覺 這裏最好吃的就是牛腩 它的魷魚也很出色 還有拌麵也很出色 它有加豬油 特別香口 它有分兩隻牛腩 炆牛腩和咖哩腩 我會怎樣吃呢 特別的吃法就是炆腩加咖哩汁 因為咖哩腩 我覺得有點蓋過牛味 那就可以吃到辣之餘 然後吃到一些好吃的 明白 我覺得它的牛心釘也挺好吃 牛心釘是一樣 是一塊很爽的 炆腩菜 牛心釘拌粗麵 炆腩魷魚拌粗麵 每人一支橙汁 它的橙汁真的這麼多年都過分 真的沒過分 有果肉的 真的有果肉 真的有果肉 但為什麼會這樣吃呢 這個依然是一個謎 喝下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很淡的一陣 所以調味的時候 它的橙汁淡味會慢慢滲出來 明明吃到了果肉 但是為什麼那個橙的味道 跟平常吃橙的味道 差那麼淡的那個味道 你說我真的要喝這個橙汁嗎 年輕人沒喝過這樣的橙汁 都挺好喝的 真的外面沒有喝過 分析為這個是 水是開出來的 但肉是加進去的 噢 是笨子料理 對 偶爾就要喝一口 偶爾就要喝一口 是正的 真的挺好喝的 它有一種魔力 這支出色 其實今天是來帶我喝橙汁 我想說這裡 這個橙汁都在那裡 全部開都在那裡 我們不要拍到別人 我演繹隔壁那台 有個爸爸 有兩個兒子 三個在他桌子上 穿乙蓉的 哈哈 這碟非常出色 全山菜 全山菜的意思 什麼都有 牛腩 蜂丸 很好吃的 是 燒爛 就是牛腩 咖哩腩 我通常會先選牛腩 去感受整件事 很辣 我覺得還好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牛腩很鬆 不會是黏牙 軟得來 它又不是辣的 有些是咬口 我覺得它切的尺寸 我很喜歡 它是很滿足的 這個是不辣的 這個是不辣的 這個是蚊腩 蚊腩我覺得比較好吃 是嗎 是很入味的 是嗎 非常入味 那個切法 它除了大件 某些位置 它會特意扔肥肉 扔筋 就是這樣切下去 雖然你大塊肉 但是你只肉 又沒有那麼好吃 你的牛心腸 是啊 你試試牛腩 牛心腸 你還沒吃過這個口感 很像牛魚 但是它是牛的一部分 對 這個好吃 其實我想說 我看到這個麵 我很想破戒 我很想吃掉它 剩一口 我經常跟他們說 我要下地獄就要下十八層 對 不好吃一點 今天我們要下十八層 我們是地獄來的市場 第二天豬頭出現 烤不烤 我們下地獄吧 加單 這個拌麵 每條麵都這麼入味 這個魷魚我即將要吃 這個魷魚好吃 我已經吃了馬鯊 形容好味 這個廣闊 你的推薦是好的 OK 真的是朋友才介紹 這個潛落很大氣息 我現在真的很害怕 之後就要回家 我們認識的澳門食物 上網搜尋 我有失望過 雖然為朋友帶去吃 其實不是那麼好吃 究竟是澳門沒有好東西吃 還是我真的找不到一個人帶我去 直至到 直至到他的出現 謝謝你們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辣 這個是中辣 所以推薦不吃辣的朋友 真的少辣 通常我自己的背景 一個拌麵很小 加多一個淨湯 你可以喝一口它的湯 可以嫩一點 還有它的粉 好像跟外面的河粉有一點不同 好一點 沒錯 很Q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就是取暖 對 取暖 這裡不是只吃東西 是整個整體的食物 就是它很冷 然後你就吃一個很辣的食物 然後辣 你就喝一個很冷的食物 令你更冷 然後你又想吃一些辣的 又暖 先喝淡湯 淡湯也很棒 有溫暖的感覺 有時候很慘 然後激寒 很冷 很窮 躲在街角的時候 無端要有人給你一碗熱湯 就是那個感覺 又辣又冷 它的冷氣是較小了 它是較小了 像我們剛剛進來的溫度 較小了冷氣 是較小了 冷 你想冷一點 我再幫你較小一點的溫度 讓我們外面走 師兄第一個走 外面走 走得我們在這裡這麼冷 我當風口 我再不走 我走不了 哈哈哈哈 你偷玩的 哈哈哈哈 到目擊有武器 你看鏡頭看不到東西 我想問你你喜歡吃 我很喜歡吃 喜歡吧 下次再跟你過來吃 OK 哈哈 為什麼這麼害羞呢 沒有啊 我很少說這些 是嗎 是嗎 挺親 很親 是嗎 喂呀 監線要令你破戒 你覺得這個值不值得你破 我覺得值得破 是嗎 我覺得以Low Chow來講 非常出色 它很入味 不過我監線說到 估計那麼高 沒有令你失望 沒有 沒有人 值得過來是去感受一下這個 你看 開始在蒙 這個凍 加一個腩子入味 那個Low Chow好吃 這個Experience 還有那支橙汁 哈哈 是 我剛剛抹它 很好看的 這個畫面 所以這間店你覺得 值不值得去排隊 我覺得值得的 真的好吃 你說來到五市 完全不用排隊 你可能都會有點害怕 是 最大便是我們只有一張桌 其實現在已經不太多人 我想要等外賣 下一個會帶你去買一個手信 這個手信是我的香港親戚過來 帶他去買的 不用去排隊 亦都不是一些很出名的老字號 但是它的食物是 蜜蝦所提 嗯 好 非常期待 你都知道澳門出名的吃什麼 手信 呃 手信 讓我想一下 豬肉缸 豬肉缸也是 還有 還有 彈犬 彈犬 澳門的手信 通常都是一些很大的品牌 你也有聽過 大三包 半針醬 是 八角廟的一間 但是 其實都有一些小店 很本地的形式去做的 但是門口對面的一間 那就是一間很小的店 那它又不是一些 包裝呢 你可能看得好像很不手信 又未必是很漂亮 但是它裡面的東西吃 是好吃的 而且很划算 又是珍藏了很久 不想舉紅的一間套 不想舉紅 這間就不用排隊 不然 其他的手信套 你就會看到亞派長龍在等 說明有黃糖 蝦姐的糖 你會建議哪個 兩隻都說得 我買完了 我來 黃卷和蟲仔餅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款 我自己最喜歡吃芝麻 好 我們剛剛買過這個 糖的手信之後 覺得有美啡 這個就是限銀餅 你平時看到的限銀餅 都很大 它這個就小粒 比較容易吃 你試一試 還有這個限銀餅 看到好像有限銀餅 嗯 都很明顯 嗯 嗯 嗯 好味 這個讓我跟大家介紹 它是 蠔式的蟲仔餅 它的口感是一入口就化了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總之就是這樣 很好吃 大家吃就知道 它是像曲奇 它沒有曲奇那麼油 那個一粒粒的感覺 就是它咬完 它的口感是化開了 粉 老闆剛才跟我們說 這些餅 再放在焗爐上 焗一下會更加好吃 嗯 就是反而 它這個甘蔗餅不是大塊的 小小塊 我還沒試過雞仔餅 你試一下 真的要 這個又是另一種口感 它是鹹的 是鹹的 這個好吃 這個有藍魚 還有豬肉 這個好吃 還有這個 我覺得有些在吃叉燒的感覺 煙煙煙煙的好吃 這個又是另一種 這個是超脆 還有芝麻的超香 我們再加一下 超脆 這個 好 我試一下這個 重點是 它真的很大賣 很美味 我自己就比較小賣的小吃 嗯 通常就像剛才你說的 豬肉乾 嗯 但這個我自己見識少 我就第一次吃 嗯 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這裡加起來 我們好像120 等等等等 120 我們買了一大包 一大袋 一包要做手術 這個162 是不是 鍋酥餅 兩包 兩包 芝麻 花生糖 是剛剛吃的芝麻 芝麻 紅黃卷 朱古力蟲仔餅 還有一個雞仔餅 150元 是很划算 好誇張 如果我想你去一些大的店舖 就是什麼記的那些 我想這裡200元 300元 雖然它的樣子 雖然沒有那麼包裝得好看 但這些東西是好吃的 我記得它那種 傳統的手藝 是有保留在這裡 有時我在這區經過 你就聞到那種繩餅的香味 很有感覺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一個小驚喜 驚喜 但是要去下一個地方 這個小驚喜 令你會有一點回憶 OK 不是我吧 你也有一點回憶 就是回憶 記住你 吃完整個家 是的 好了 喝完啡之後 就試一下我的驚喜給你 對面的一條房間 就有一間的小店 那一間小店你會看到 這個國旗嗎 看到 看到 有沒有想念 很久沒見這個國旗 對了 今天我們去吃海南雞飯 又或者一些辣沙式飲料 沒有你 所有的東西 這個我發版是嗎 是你發版 看看 好期待看看究竟有什麼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他們經常在咬 就是在說肉骨茶 是誰 是誰的 還有誰好吃的 原來西亞就是藥菜湯 西亞坡就是胡椒湯 那其實真的要看你喜歡味後味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好吃的 我喜歡重胡椒味 重胡椒味 即是你新加坡的 Miko 不是不是 Miko Miko 馬上去吃藥菜味 是的 可以問Dior Bing Thank you 2秒加Line 我覺得正常不用Line Dior Bing是我每次都會點的 Dior Bing我沒試過 Dé是茶 Dé是奶茶 喔奶茶 是福建話潮州話的茶的意思 但在新加坡你一說茶 其實就已經是奶茶 我已經看到你是深深的 你看著食物 你又好像很想有 沒錯 Modong 請請 先吃這個Gayanto 新加坡他們會夾一個牛油 通常會燙到兩邊都是乾的 很久沒吃過 哇 好吃 沒有牛奶 哇 這個味道很久沒吃 Oh my god 很美味 最重要是老闆的新加坡人 所謂的味道 你吃得到應該是地上的新加坡人 這個呢 就是Oda Oda Oda Oda是 Oda是甚麼呢 它是你當 魚加辣椒的一個 像腸一樣的 可以這樣說 但它不是腸 你當是混合了魚肉 你當是辣魚肉 我真的沒吃過 平時 Oda就這樣包著 班蘭鹽 或者香蕉鹽 這個辣 你看 一點點辣 哇 挺有趣的 它的東西 對 它就是一個混合了的魚肉 它的包很欣賞 哇 我很久沒吃Oda 因為其實Daiyan多士都有 但是正宗的Oda 在新加坡或馬來西亞以外 很難買 這個就是Dai O冰 這是我經常點的 因為我叫Dai O冰的飲品 是不是OK OK了 它有點像零茶 但沒有橄欖 甜的凍茶 這個角色 好像剛剛我們喝的杯啤酒 對 沒見過這個畫面就是用這杯 因為通常這杯就是香港喝奶茶 我也用一個冰杯 這些是否平時你們會吃早餐 或者去Tee Time 或者吃這些 沒有 平時如果早餐 就會有一個半熟的雞蛋 半熟的雞蛋就會拌一些豬油 這樣就會 在碟上 就不用碗了 這樣就這樣雪 哇 真棒 有時候會加胡椒 這個反應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怕我說得差 我怕他真的聽不懂 說什麼都好聽 就是想你帶的 我們去新加坡的啟酒 可以 如果去新加坡 戴我就可以 是不是怕不怕 我不怕 就是做電燈蛋 不怕 不怕 最多見到Mikko跟我隔壁 很棒 一起 Come home to us 是啊 不知醜的極致 不知醜的代表 來到中中之中 老闆這個是什麼 辣椒蟹 有蟹在裡面嗎 有 蟹肉 然後我們就加上辣椒蟹肉 再加上辣椒蟹的水光 然後再加上辣椒蟹 我料啦 你試一下 很精通 哇好辣椒 真的有蟹肉 超多 通常在新加坡會怎樣 他們會叫一碟辣椒蟹 因為旁邊就會有個包 那些人就會拿包去蘸那碟辣椒蟹裡面 你剛剛說的 哇 謝謝 這個很棒 是本營蛋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阿波的早餐 除了吃一個豆腐 喝一杯 我湯奶茶好 咖啡好 他們一定會配這個 雙蛋的半熟蛋 大家看它是水一點的 然後就會加一個 黑的醬油 還有一點胡椒粉 要不要拌均勻 看來有些人不是拌得太均勻 不要加太多 我會推薦不要加太多 可以加老抽 可以多一點 黑醬油 這是新加坡的 黑的 對 然後就少許胡椒粉 要有一點勇氣 這樣也要用勇氣 這是蛋來的 舒服 很順滑 一碟滑下去的 一碟滑下去 又不需要一碟滑下去 可以少許慢慢滑下去 但是我覺得滾下去比較好 一碟滾 這個是蛋的short 嘩 很香的蛋味 滾下去 我加了很多料 但是 蛋味也是超濃 其實關鍵就是 在於不要混合得太均勻 是關鍵 因為你混合得太均勻 那個醬油會 overpower 攪拌一點 蛋黃更加進去 好像甜品 來到這個種種的 吃一吃 應該很好吃 蟹 好 再加一點蟹肉 它哇 大家有沒有喝過Lobster Biscuit 即是龍蝦湯 這個是蟹湯的濃度 再加蟹肉 拌進麵包 不要說太多 大家自己來試 這麼誇張 我就不拌麵包 我就這樣一碟滾下去 很好吃 不是說而已 那它如何 任賤 應該是加了蟹殼炒過去 而且它不是很辣 它一太辣 就搶了一些蟹肉 它還有很多鮮味在裡面 我覺得它除了麵包 拌麵應該好吃 它可以就這樣喝 哇 OH MY GOD OH MY GOD 它喝不到 我想說 這一個叫做 HUNDRED PLUS 其實它是一個 補礦力 但是它是有氣的補礦力 香港聞起來已經是補礦力 但它是有氣的補礦力 是補礦力的補礦力 但是它喝起來有點像 絕碧的香 是的 它是一個 是一磁磁磁 它會補水分 電解質 所以它是一個健康的東西 它是做完運動 解決了 沒錯 沒錯 那個爽的程度 天候的程度 一坐下來喝這杯東西 是簡直的 很棒的 它真的不甜 是的 你們試一試這個 這個還沒出現的 嘩 這個 CRAFT 上面是芥仔醬 嘩 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老闆自己創的 是的 很香的牛油味 然後鹹鹹 之後它就配合這個芥仔的甜 這件沙貝爾已經是 沾上芥仔再吃 今天是三月養肥計劃 它已經吃了一盒童仔餅 然後吃了兩塊這個Ruffer 今天夠了 吃了很多好東西 而且我想說 他想說都不說你 要我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就是他 對 你覺得這次推介 未有人排隊的店 我想說 吃得太出色 未有人排隊 是代表即將會排隊 所以大家看完這集 快點來吃 因為可能很快就要來 對 而且是值得有人排隊 對 絕對 值得有人排隊 這些就是那些 隱藏小店 那些隱藏小店的美食 真的見你是YT 我們才來 謝謝 真是珍藏了好久 芥仔的東西拿出來 謝謝你 終於拿出來 謝謝你 今天超過我們兩個 可以 可以繼續的 之後可以繼續 跟他回香港 可以 可以 像新加坡、香港 我們 很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看下一集的 未有人排隊 去哪些未有人的店 Bye Bye 老爸剛剛送了半袋 這個 100元 我想說 今天真是又吃又吃 這個就是subscribe 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我會不客氣 我會好好喝光 其實我們這次的節目 是要將YT重肥 看看他有沒有辦法 變成一個肥大叔 好像你一樣 哈哈哈哈 說